这个单元要跟各位介绍电流转电压的第二种方法 分流法 这边是分流法的一个电路图 这是我们的感测IC 它产生的电流叫做IT 在这一点的话你可以发现说 I1跟I2进来它会变成一个IT 所以基本上IT就是I1加I2 I1怎么算呢? 因为这个正端接地 正端跟负端都是虚接地 这两个是虚接地,就是电压是相等的 所以I1就等于VReference除以R1 所以整个OP它的输出 就等于VT它就是I2乘以R2 因为这个是0 那这个是VT 那VT就会比它高这个电子 R2这个电子上的压降 那它就是I2乘以R2 那I2就是IT-I1 所以我们把这个I1带进来 就等于IT VReference除以R1乘以R2 这是分流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分流法跟压降法的一个比较 分流法跟压降法的比较 我们看一下 这个AD590这个IT 基本上呢 这个感测器呢 都可以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假设这是温度 这个是电流 那么在当温度等于0的时候呢 一般来讲它们会有一个偏压值 然后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会有这个偏压值 这个偏压值呢 我们叫做I0 就是在0度时候的值 OK 所以呢 你的IT 假设是I0 就是0度时候的电流 加上一个βT β就是这一个斜率 那这时候呢 如果你用这一个压降法的话 在这一边得到的电流呢 就是I0加βT乘以RL OK 那我们会发现说 事实上呢 它会是这样子 I0乘以RL 加上βT乘以RL 好 那 当T等于0的时候 当T等于0的时候 我们把它带进去 这个V0啊 它会等于I0乘以RL 好 一般来讲 我们希望什么 希望0度C的时候呢 它的电压是0 就是I0 这个我们叫做这个 下界 我们 我们的Wish 是希望呢 V0等于0 OK 那很显然的 如果你直接用压降法 就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这个要求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要把这个Offset 这个偏压把它移除的话 所以一般来讲 就会用一个插动放大器 插动放大器 然后呢 顺便呢 会把它做一个放大 像这样如果电阻的安排是 这一个1A 这是100K的话 它就会放大10倍 好 经过这样的处理的时候呢 这个V0 P呢 就等于β乘以T 然后再乘以RL 再乘以R2 这个R1 那 这几个值呢 乘在一起呢 就是我们的温度系数 然后 这个我们可以发现说 它的0带进去的时候呢 它会等于0 好 所以 如果说 你用压降法 你希望说 把温度等于0的时候 你把它 叫到电压等于0 那你必须要再用一个插动放大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分流的话呢 分流的话呢 这个IT 一样等于I of 0 加βT 然后呢 这个VT呢 我们刚刚算过的 它是I2 R2 那你再把I2 好 带进去 这边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IT 这个是减掉I1 OK 如果我们令 这个VReference 除以R1 等于I0 这个VReference 是我们可以设的 对不对 VReference 是我们可以设的 R1这个电阻也是我们可以设的 只要呢 你 把它设计 让它等于什么 等于0度的时候 的电流 那么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的VT啊 就等于VT 乘以R2 好 那 这样的话 一样 当它等于0的时候 好 当温度等于0的时候 我就可以得到0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希望说 如果我们希望说 在0度C的时候 我们有个0辅的输出的时候 我们用分流法 好 就可以比压降法 少掉一个 这个OP 一个电路 这是分流法的好处 好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是分流法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 它的VT呢 是一个公式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透过R1跟VReference呢 好 来调整 让它归0 就是0度C的时候可以得到0 那这个方式很简单 就是VReference 除以R1 等于I1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调整R2呢 好 来 这个 让它达到这个代测温度的上限 比方说 这个 你100度的时候要10伏 你看哦 0度的话是0伏 那100度的时候 是10伏 那代表什么 代表呢 每10度呢 上升1度 好 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温度系数 每多少度上升多少伏特 然后就是温度系数 那这个V of T呢 它就是 一个 东西乘以T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温度系数 就是我们的温度系数 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R2呢 来调整我们的温度系数 OK 那这个β呢 β是 β是在这里 看一下 这个β是什么呢 就是 AD590 本身的特性 β AD590 本身的特性 它是每上升1度 会增加多少 就β的mini-A 安培 所以你可以用R1 R2 来调整 上限 下限 跟上限 上限 所以调整上限的意思 其实也是 其实也是 就是在调整这个温度系数的意思 好 那 现在呢 就请大家呢 跟我画一遍 基本上呢 这个分流法呢 需要用到一个 需要用到一个 好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reference 电压 这里呢 是R1 好 那 这个是接地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电阻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电阻 一般来讲 就接到一个电源 那这个是我们的I of T 好 那这里的电流呢 是V reference 除以R1 那这是VO VO呢 这是R2 VO 會等于I2 乘以R2 然后I2呢 又会等于 这个IT 去减掉 I1 I1 就是V reference 除以R1 乘以R2 好 那IT本身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它的0度C的电流 加上一个 温度 温度 温度的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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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的V reference V R1 V R2 OK 然后你利用 这两个等于0的话 你就可以让V of T V O of T 就可以让V O等于0 OK 好 这是分流 这个分流法 这个分流法 是 这个分流法 有点 的 有点 有点 有点